封水大師 陳蔚老師 哪些風水擺設可以讓我們 終結孤單 孤單很久了 就要想盡辦法在自己 自己的房間裡面 做做文章 開開一下正能量 今天我們講的都是正能量的東西 所以說 可以讓我們終結孤單的風水擺設 今天是介紹一個最很簡單 都可以每個人都 現在尤其年輕人最喜愛的東西 所以臥仿床頭擺有一件穿心 陰陽同心的裝飾品 陰陽同心 陰陽同心有沒有 這兩個 玩我 兩個顏色 有藍 有女 所以不管藍的 不管女的 你只要擺上你的床頭 你就有那種慾望 希望 能夠趕快追求到 有自己喜愛的 所以才能夠終結孤單 或者是一件穿心 在這愛心裡面 都有畫兩個愛心 畫一條劍 所以兩個都有 一劍穿心 所以這兩個串在一起的 所以這種感情能串在一起的 你才能夠終結孤單 但一定要擺在哪裡 所以高中要擺在床頭 為什麼要擺在床頭 一個人躺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天天不在 百會瀉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後頭有這個裝飾的氣場 在這裡的追求愛情正能量的東西 你躺下來你才會思考 所以才會有行動 才會有慾望 有些人都買 他還跟我們在電視 看我們節目看了 他也擺了 他不是擺在床頭 他擺在床的側邊 擺在床側的時候會怎麼樣 他就十有十五 一下子一萬好錢 我趕快要去追求一個好的對象 有時候又冷冷的 那就沒有 那甚至有人會把它買回來的時候 空間沒來就擺在床尾 擺在床尾會怎麼樣 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那根本完全沒有行動 腦筋在想 沒有行動 不敢行動 所以自己就會很威嚴 就像周姐這種情況 很有可能他如果給他擺 擺擺擺 要走床尾 我看到我好漂亮 很漂亮 就擺在哪裡 所以就很欲望 想要終結孤單 但是不敢行動 沒有行動 所以這種氣場當中 是要在你這個空間裡面 所擺設的每一樣物品 他都足以帶給我們 每一樣不同能量 當你要追求愛情的時候 能夠結尾連理 要有一對的時候 那這種要終結你的孤單 當然就是要擺這個兩 一模一樣東西 不管你擺這種頑裸 你擺的天鵝 兩個色系也可以 擺鴛鴦 兩個色系也可以 但是擺的位置有區別 所以有特別要注意 有時候你一直擺的沒有 都沒有達到那種能量的時候 我都建議我朋友 那你為什麼不試著 就給他換不同的位置 思考邏輯會跟著這個空間 一草一木再轉變 我們房間 每個人房間都有自己的喜愛 有些人你看 一五堆一堆的 雜物堆一堆 什麼東西都買回來 我看最多就是喜歡買的名品 連包包箱子回來之後 都捨不得丟掉了 皮包拿出來用 那箱子還本來 整個房間排得滿滿的 落在那裡 你說他的慾望都很強 隨時都想要去買那個包包 所以那個包包雖然都拿出來用 每個都是空箱子 所以這種他就一直追求 永遠沒完沒了 所以追求 如果他買的是兩個色系的東西 又展示在一起的時候 就恩愛嘛 那這才能夠創造 我們終結固單 夫妻一對的 這種格局 這種能量 所以說要終結固單 一定要擺兩個 同等能量的東西 有雙色系的東西 擺在我們房間的空間 最好是在床頭 都可以創造我們自己的愛情 所以這就終結固單 最好的方法 第二個我們建議的是 最還要更簡單的 房在我們臥房的牆上 掛有八方六芒新的圖騰 這是八掛方位 所以這顆有八個掛位 所以我們看我們 命運好玩的朋友 他其實上週我們裡面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 風隨命理的知識 我們這個地方 都會有很多能量 他可能有很多 就求財 求愛情 求音樂 都是看我們節目就得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節目的背板就是 六芒新 我們節目就六芒新 所以這個六芒新 事實上我們在 隨時看我們節目 都是得到我們節目 這些老師 所有我們主持人 所有來賓 每個人給他們加持力 這就是一種加持力 所以我們看節目 要選擇的 看節目的當中 是在做什麼 節目當中 是在衝擊你腦波裡面的 你看了之後 你就會跟這個 這一個節目的內涵裡面 就一直以時俱進的在成長 所以你為了求你的財富 你從六芒新也可以求的 而且今天我們講 求愛情要終結孤單 這個六芒新它只有六個角 那我剛才講說 它要有八方六芒新 你可以把我們這個六芒新 再加上兩個 加一個三角下去 再加一個三角下去 把它拉成位 就八方八卦了 你把它從八個卦位 等於八個 各位知道說 八卦它是不是 搖搖相對 附上附水的 南北附上附水 整個我們在南北中 東西一樣也是附上附水 所以每個卦位都附上附水 尤其它從一個四五角裡面 它東北西南是附上附水的時候 更昆它是兩個鄉主 所以這種氣場我們是相對的 所以卦是相對能量 所以我們要用這種方式 擺在我們歐房裡面 牆上掛了你腦筋 是腦筋看到腦 眼睛看到了 你看到的時候 你那種氣就自動會 在應徵的炎臉裡面 你自己不自知 但是你腦波裡面 就一直在組織 那種愛情的憧憬 你自然而然就會想要 你要最近你在想什麼 你的慾望是什麼 我在開啟我的智慧 我最近要去做哪一場 大的演講的時候 你就會從那個六網星當中 你就會想要去得到 自動就會開啟那股 無相智慧 當你今天說 我要求終結我的孤單的時候 這個六網星 八方六網星在這個地方裡 你都注視著他 你腦波注視眼睛注視他 在你腦波裡面 就是一種組織 所以這種組織就回歸 他就回歸到從那點線面 從這個地方出去以後拉回來 就在面裡面所有東西 萬物你想要的東西 就被你圍起來了 所以你要終結孤單的時候 你外面那麼多女朋友 你要想要追求哪個 追求哪個追哪個 每一個都是穿你腦波裡面 你就在過濾了 過濾到最後你就選擇 最精華那一個 所以這個就為什麼要八方六網 八方六網星會產生什麼現象 好桃花 爛桃花都會來 好桃花 爛桃花都會來 但是八卦 八卦在這裡是 它八卦本來就是避寫的東西 所以它會讓你所有的 跟你有姻緣的 女士姻緣 說不定上輩子 跟你都有姻緣的感情 這一輩子又讓你塞在一起 讓你再來塞一次 你在塞過以後 相處之後認受 你就這個才對 這個才對 到最後你才選擇 這個才是我老婆 這才是我要相處的對象 這才是要我相處的 合在一起的對象 所以終結孤單 就是用這種方法 去過濾周遊 宇宙周天周圍的那種 不好的能量 好的能量 不好的台座 淘汰掉 好能量不要集中 其中到最後是一對一的 所以叫我們的八卦的相對論 所以像八卦相對論 它本身產生一種異經理 那所謂講的異理 這氣就合一了 所以單一 所以一氣存清自然 就能夠把它過濾完之後 就能夠終結我們的孤單 老實講的就這個喔 六芒芯 六芒芯喔 這個喔 這個好喔 畫作邊 這邊 好 觀眾朋友就看了一下喔 就換一下喔 這就側錄下來 不能當氣象主播 會指作邊 哈哈哈哈 拍照 拍照 拍照